第一届苏澳政长被3对3篮球锦标赛开打 吸引近100支参赛球队以及三分球大赛的参赛者同场竞技 曾苏澳首度结合了国际篮总 推动2021年东京奥运新项目 VBA3对3篮球赛 也特别邀请被领选为东京奥运VBA3对3篮球赛 A级国际裁判的苏宇彦老师为比赛来裁判 让全国喜爱斗牛运动的民众可以率先体验VBA3对3的国际赛制 在比赛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整个规则 我想这个比赛一定非常精彩而且节奏非常快 那我们希望大家今天在这里好好好好的发挥 好好把你的青春活力把它表现出来好不好 好 刚好一百队啦三百个 只有三百个不简单 但是哦 你也知道 所缘的我们现在可以跳舞的体育场 运动公园包括这个燃球场非常的棒 不是燃球场棒而已啊 我们这边还有广球还有流氓场 还有那个游泳池都非常的棒 在我们镇长代翼的推动支持下 政府直接的建议 后边有一个五千万人后市来 后市来 下次来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比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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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第一场的开球比赛当中 除了由代表会主席欧经理来直闭开球之外 所有镇长领明哲也下场来小事伸手展现年轻果力 因为规则是我们的力量 好 单打 好 比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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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双双 苏尔正丁运动公园投入了六千两百五十万元建造完成 除了有最新的FIFA三对三篮球的场地 还有A级国企裁判苏宇彦 加上三对三篮球是年轻人最容易触及的项目 FIFA三对三篮球赛 是这一届2021年东京奥运的新项目 这公所希望能够结合国际兰总 推动FIFA三对三赛制在苏澳基层扎根 让国际来看到苏澳 正式开始 最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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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